太阳系是我们所在的宇宙家园 包含太阳、行星、卫星和其他天体 这些行星和卫星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们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不断变化和发展 本文将探讨太阳系中 行星和卫星的演化原因和过程 解释它们为什么会不断演化和变化 第一部分 行星和卫星演化的原因一点一重力作用 太阳系中的行星和卫星之间 存在着强大的重力相互作用 这种重力作用可以导致轨道变化 轨道共振和轨道交叉等现象 进而影响行星和卫星的运动和位置 1.2太阳系的形成 太阳系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涉及星云的塌缩和星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 行星和卫星的初始条件和轨道被设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可能会受到其他天体的干扰和改变 第二部分 行星演化的过程 2月1日 行星形成 行星的形成是从星云中的尘埃和气体 逐渐凝聚形成 这些尘埃和气体 在融合和碰撞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行星的核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核心继续袭击物质 最终形成成熟的行星 2.2行星内部的演化 行星内部也经历了演化过程 行星的内部结构和成分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地球的地壳板块运动 和地球核心的融融 这些内部的变化 可以影响行星的地质活动和表面特征 2.3外部干扰 行星在演化过程中 可能会受到外部天体的干扰 例如 会心和小行星的撞击 这些干扰事件可以导致行星表面的撞击坑和地质变化 第三部分 卫星演化的过程 3.1卫星形成 卫星的形成与行星类似 它们可能是行星形成过程中残留的物质 或在行星附近的碰撞事件中形成 卫星形成后 它们绕着行星运行 受到行星的引力束缚 3.2卫星的轨道演化 卫星的轨道可能会受到其他卫星或行星的干扰 导致轨道变化 这种干扰可能会产生共振效应 或引起卫星与其他天体的交互作用 3.3卫星的内部演化 卫星内部可能有地质和活动 例如卫星的火山活动或内部冰层的变化 这些内部的演化过程可以导致卫星表面的地形和结构的变化 结论 太阳系中的行星和卫星不断演化和变化 这是由于重力相互作用 太阳系形成过程 外部干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行星和卫星的演化过程涉及形成 内部结构和成分的改变 以及轨道和表面特征的变化 通过研究行星和卫星的演化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太阳系的形成和进化 皆是宇宙中的奥秘 太阳系的演化过程也提供了 关于行星和卫星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参考 对于探索其他星系和行星系统的演化过程 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观看